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每天多看五分鐘 財富多更多 我是翟軒 每天早上十點 教你怎麼省錢又賺錢 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財經大頭條 減稅紅包 這基本生活費的扣除額 要調高到17.5萬 明年5月報稅會適用 預估有184萬戶受惠 再來大力光要匯回110億拓產 這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上路四個月以來的最大咖 而且預估後續的總金額 是上看500億元 而且國際資金是不是要避險 現在國際的金價 是衝破了1500美元 首先我們來關注 台股 現在今天看得出來 台股有12000點的保衛站 另外還有包含了 鋼鐵被動原件和記憶體 這三大族群 似乎也在輕庫存 可是市場上說 12682的魔咒不能小看 我們來連線資深分析師 鼎泰科請說 好 男生好 大家好 我想關於12682的魔咒 大家我認為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大概在30年前 當時12682的 如果要談12682的話 要知道它當時內股的結構 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時是以金融傳產為主流 如今來到12000點上 台北股市已經跟全世界接軌了 屬於叫做所謂的 以電子科技股為主流 所以我認為這個 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認為如果美國股市 還能夠持續創新高的話 那大家是不用擔心 美國股市以付錢華爾街的看法 是說如果元月份 明年的元月份 只能有元月效益的話 那這個架構對於美國股市 全年再度上漲的機會 原本就有8% 但是因為最近國際股市 都長很多都來到歷史高點的話 華爾街的分析是有這樣 大概做個小數證說 如果元月效益是上漲的話 也是元月份上漲的話 那麼全球美股在上漲的 機率有8% 有75% 所以我認為12682 應該就不是魔咒 而且我剛才說過 當年是以金融傳產為主的話 現在是以科技股為主的話 兩個是截然不同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資金 重能方面有兩個 第一個聯準會的利益會議 事實上還是屬於比較遣向於 這個降企的這個動作 那目前降企的這個效應還在發揮 另外還有勞動基金的千億元的話 明年第一季 慾夫都還能夠進場 所以我們說 聰明前已經對這個市場上 慢慢的做一個介入的一個情況 那剛才這個白線也有提到說 半導體這個地方 雖然說轉線上有點盈利率的話 我認為如果半導體有盈利率的話 你可以留意第一季有漲價底彩的 譬如說被動元件 甚至一些鋼鐵類股 事實上我們看鋼鐵股的話 最近大概報價也從低檔 慢慢的速度上來了 另外的其實是記憶體 那譬如說我們從半導體的部分 往上推演到記憶體 所以以記憶體的設施來看的話 早就換你 因為美國股市的美光 麥克風的一個股價 另外就是南亞科 南亞科 台北股是南亞科 那微剛面 NELFH跟NELFH 微剛跟群原的話 因為這個報價已經提前上來的 所以這一塊投資官也可以開始做一個留意 我認為明年記憶體在第一季 是會相當有機會的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說被動元件 目前被動元件的平估大概 第一季也可以漲價到 鼓發到法院是鼓發 大家不用認為說被動元件最近的漲幅相當大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被動元件 從去年大節之後 今年才剛剛提檔的開始 所以你可以履歷像國序 因為法人目標要達到600塊 那齊立心因為打消褲子的速度比較快 齊立心也可以大家鎖定 另外最後還是跟大家講 船頭財源類 我不是沒有補檔的力道 你可以履歷像大成鋼 或者中鋒 那最近你有所謂 四季鋼跟風力發電有關係的話 明年也會大陸成長超過兩成 總而言之我還看法是說 大家對12682不用太擔心 最主要是因為明年還有美國的總統大選 大家還是正常要用多少的角度來看待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謝謝鼎泰哥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美國總統川普 不是才說要和習近平一起來簽署嗎 這第一階段的美中貿易協議 但是對此大陸方面也做出回應了 詳細情況連線國際中心記者陳嘉玲 好的 主播針對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將和習近平一起簽署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大陸方面也做出回應了 一起來聽 至於你關心的第一階段 經貿協議的簽署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 雙方的經貿團隊 正在就協議簽署 具體安排等後續工作 保持著密切的溝通 可以聽到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表示一切都在密切溝通之外 其餘細節甚至所謂川席 會通通沒有透露 不過目前正在放耶 但假期的美國還是繼續有好消息傳出 儘管今年購物季少了一個禮拜 但調查顯示 美國購物季銷售再度創下新高 從十一月一號到平安夜為止 整體零售額年增率達到百分之三點四 而線上銷售額更是遠高於實體零售店 年增率高達百分之十八點八 刷新線上銷售記錄 加上美國十二月二十六日 還有一波Boxing Day 也就是節禮日 預計還會加碼衝高銷售數字 而說起耶誕禮物不少人會買手機 最新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全球暢銷手機榜 也正式出爐了 第一名是iPhone XR 佔了百分之三的市佔 其次是三星的Galaxy A10和A50 不過最令人注目的是第三季 iPhone 11上市不過短短十天 就能衝高到第五名 潛力相當驚人 以上消息提供給您 接下來我們連線財經專欄作家 游廷浩 廷浩我們想請問 現在市場上面氣氛很樂觀 而且美股是屢創新高 但是華爾街卻示警說 明司機時刻要來 什麼是明司機時刻 還說明年美股有可能要修正嗎 是 財經早關沒有大家早 美股的耶誕行期 即將於本週開始明槍起跑 基本上已經開跑了 所以到現在到明年的1月1號為止 基本上在美中貿易談判的 一個樂觀氛圍底下 這波年底的漲勢 基本上這段時間反應在台股上 仍然會持續成為一個多頭趨勢的 那也是這段期間 通常以美股標普拍指數 從1950年代以來的一個統計 這段時間平均每年都會漲到1.3% 去年的漲幅更來到4.1% 但是目前華爾街通常有預估 這波的聖誕行情非常有機會 在明年的1月帶來賣壓 股票雖然可能一路漲到年底 但明年1月可能會有回檔的可能 那目前來看的話 回檔的可能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目前出售股票 所產生的利得 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的英稅所得增高 那為了要年底做上好看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通常不會獲利出牆 但是等到明年1月的時候 才會開始進行出售股票 因此有可能造成股市的拉肥修正 所以有非常多華爾街這個投資者認為 目前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 明思基時刻的產生 簡單講明思基時刻就是一個 現代周期或者景氣循環當中 資產價格的一個大幅下跌 我們知道在長期的一個經濟繁榮當中 資產上漲會造成投機性的貸款增加 那現在椰檔行情大家持續看好 持續買進 因為依照過去的一個慣例來看的話 就會持續來做一個發酵 而過多的投機所產生的債務 就有可能造成投資者的一個現金流景缺 那這樣的一個景缺 最後他要償還的時候 就可能造成資產價格的一個狂跌 簡單來講如果一個正常人 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變成一個超級大胖子 那這個時候他要做回到原本 那張脆弱的一個椅子上的時候 基本上就有點危險 以致隨時都有可能會塌掉 所以這個時候要解決這個辦法 連準櫃是最有可能解決這個辦法的一個角色 那就是讓景氣慢慢的進入 軟著陸的一個階段 什麼叫軟著陸 意思就是景氣眼看著已經到高點了 或者已經過了最高點了 那不可能直接迎來大衰退 因為大衰退對於經濟所造成的衝擊太強烈了 這個時候如果造成一些週期性的虛緩 或者說持續性的一個降息 讓景氣慢慢慢慢的進入衰退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效果 簡單來講 就全球經濟的繁榮 就像一個跑得非常快的一個大胖子 正在衝向一座載門 如果你不阻止他稍微減個肥 或者喬一個好的一個角度 讓他可以好過門的話 那麼重力加速度 很容易會讓他撞上門 就有可能造成經濟崩潰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明年整體的一個經濟形勢 還要看聯準會是否採取降息 來做一系列的一個觀察 好 謝謝廷浩的分析 下一段我們要來看 剛說美股可能要回黨 但房市也要回了嗎 回顧2019年 房市的代表字就是回 但是這個回是回溫 那麼2020年的房市代表字是什麼 您知道嗎 下一段財經大白話告訴你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明年的房市已經由空翻多了嗎 2020的房市究竟該怎麼看 先介紹加入我們的來賓 財經專家黃世聰 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財經教授朱月宗 首先來請教世聰哥 這2019年的房市 我們說是回這個字 那麼2020年這個房市 應該要怎麼看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字 對 事實上我們民眾 都會選出一個字 代表今年的整體的 展望跟景氣 但是房市也是一樣 他們房市的一些聯合會 或是一些房仲的會 他們選出一個年度的代表字 如果以這個2019年來說的話 是量 為什麼叫做量 因為去年剛好經歷過地方選舉 地方選舉之後 非常多的縣市首長 都是新上任的 他對房市的話 有不一樣的看法 跟不一樣的狀況 尤其是去年的 2018年的選完之後 其實有一度高雄的房地產 是非常的熱絡 所以好像讓人家覺得 有一個新的世界跟新的視野 好 明年的景氣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過去幾年 事實上在台北的 台灣的房價 在2014年來到相對的高點之後 就往下回折 回折的時候 在2016年的時候 政府又推出所謂的房地合一 還有持有稅 所以整個房市 受到非常大的打壓跟打擊 所以2015 2016都是冷跟苦重 比較屬於悲觀的氣氛 但是從2017年你可以看到 就已經出現了溫 就是已經出現到回溫的局面 然後到2018年的時候 這就叫揚 就持續的揚升 就2019年叫做量 對2020年來說的話 目前的一般的房市的看法 是認為說會是永這個字 為什麼會是永呢 主要就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台商回流的資金 另外一個就是房市 從2013年開始的整理的話 已經整理了大概約末 5年到6年的時間 如果以一個景氣循環來講的話 上一波的房地產的景氣的熱絡 是從2003到2013 10年 你10年的話回檔了5年 整理了5年盤整之後 也差不多了 再加上說政府 其實也沒有新的所謂 可能會抑制到房價的 一些相關的措施 加上房地合一稅 持有稅這些 大家都已經適應了相關的稅制 所以對明年來說 其實大家是還滿看好的 是永這個字 好 那麼講說 在選說今年的幾個 重大的事件裡面來說 會影響到明年的狀況 我們現在看一下 事實上今年的最重大的 新聞事件的話 很多包括說 全國的房仲聯合會 他們認為說第一個是 台商回流 日益增多 工業土地很夯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不是一個 剛才翟訓有講到一個 最重要的消息之一 就是大力光 它匯毀了110億台幣的金額 要來投資 後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金額 會投資 事實上的確是如此 如果你最近期去看台灣的 所有的工業的用地來說 可以說幾乎是大爆滿 一地難求 真的是一地難求 我個朋友就跟我抱怨 他說他想要回來這個五股設廠 結果那五股現在 所以那五股現在工業地 一坪多少錢你知道 100萬 一坪100萬 然後他就說他租個300坪的 這個300坪的工廠 一個月要付75萬 他說你根本要了我的命 這個一坪100萬的話 300坪就要3億 他說我怎麼可能花得起 所以現在整個工業用地 真的真的夯的程度 是大家超乎預期的 那這代表什麼 很多都說這個股市 不是漲到126 快要1萬2000點了嗎 為什麼景氣沒有感覺到很好 我跟他講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股市本來就是 表現在景氣之前 所以可能明年的景氣 從這個台商回流 或是股市的表現來說 大家可能明年 比較會感受到這種 村南花開的這個格局 第二個是建商大推案 這個建造衝到30年的新高 事實上以今年的這個建造量的話 大概是14.4萬 是30年的新高 還有一個就是 今年下半年 尤其是928檔期的時候 今年的推案量是非常高的 全台灣大概是有5000億到6000億左右 從移轉動數 我們說房屋要買賣 買賣的話 如果以今年的移轉動數來說的話 預估大概是29.8萬到29.6萬 約莫30萬 這是大概這五年來的新高 所以從這些數字都可以證明說 房地產真的會回來 再來你看 連租金都開始漲了 頂級的這個商辦 尤其是101的話 你看這個商辦的這個 這個漲率的話是突破5% 另外一個房屋的指數 尤其是房租 也是連54個月成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的數字 都告訴你是陽 勇 就是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他們會是勇這個字 我覺得其實其來有字 明年的房市 我覺得其實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所以這時候 你或許如果真的有時間的話 接下來就是這個假期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看房地產 搞不好 你可以搭上這一波 房市回春的格局 沒錯 就連戴德良行的總經理 顏秉麗其實也都說 一直以來 大家都視他為是房產的明燈 因為他的預測都非常的準 他也說明年的房市 其實已經由空翻多了 換句話說這個房市 是不是已經有回春訊號 請教寬哥 過去我們的房地產的景氣週期 是7年 那前一波因為馬總統 他有推出了一個夠大的一個利多 一方面就把移證稅 從50%往下降降到10% 然後那個時間點 剛好遇到了整個世代的一個整個交替 所以很多房子 就出現了大量的一個移轉 加上房屋價格往上走 走了十年的一個多頭 來到了2015年之後 房地產真的是已經來到太高的一個位置 那時候大家很多人都認為說 房地產這麼高 後面該怎麼看 房地產 我們現在跟各位報告幾件事情 就是這段時間是不是真的有回跌 跟各位談 有 真的回跌了不少 可是我們要去回歸到人類原始的本質 人類原始的本質 就是希望能夠變好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好的一個未來 所以對一般人來說 會希望買到比較好的房子 比較大的房子 新的房子 而家裡面如果有老人家的 他們會希望有電梯的一個房子 那我們來看到目前來看的話 明年的房市需求的話 其實目前嚴種的說法 是剛性的一個需求 那剛性的一個需求 從幾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先來看看最近 大財團們他們在做什麼 我們第一個指標我們用精華層 精華層其實已經談了三年 過去的過程當中 銀行團都不看好 銀行團為什麼不看好 因為後面其實就整個金華層來說的話 沈董市長他有說的 他說他幾十年的過程當中 賠了上百億 可是後面他發現沒有人出價 其實有沒有人出價 有 台灣很多大型的 例如說像新復發的老闆 就一直要出價 可是他在等低價 後面忠實話他自己飆回去 現在要整個拆掉 未來要蓋新的所謂的商務大樓 我們再來看南山人壽 南山人壽這次用了744萬 去做下BOT每瓶 可是目前去換算下來的過程當中 因為市場的利率非常非常的低 他們還是認為未來是有機可圖的 所以如果利率有辦法拉到3.5%以上 對壽險公司來說 他們還是會持續的買 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這一次如果方便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土地市場這一塊 2016年的土地市場是892億 再來是1242億 又往上走走到1734億 請各位去注意這個數字 2019年到12月9號居然來到了312億 暴增 暴增 那為什麼要暴增 暴增的過程當中 這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在哪邊 目前是在於國家的態度 那為什麼國家的態度來到這個地方 會這麼積極呢 目前對於台灣政府來說 他們認為是要積極的把土地做釋出 創造出雙贏的一個市場 那為什麼要創造出雙贏的一個市場 其實北 中 南 東 各地公家的基優土地還非常非常多 目前我們要去找 各位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在台北市當中最好的最棒的土地 通通是誰的 通通BOT的 通通都是北市政府的 那同樣的道理 目前去看桃園看台中往南走 台灣現在其實這一波台商回流 已經讓工業區的價格往上跳了 我舉個例 今年年初的時候 國內有一家做LED封測的 他們本來的廠在深坑 後來深坑的廠不夠了 他們就覺得說我們要擴廠 擴廠的過程當中 剛好在桃園台茂附近 有一塊土地非常的方正 隸屬於桃園一個非常大的建商 這位建商他們本身建商是領口王 可是他們做電子的部分的話 沒做得那麼好 他們就把土地做了移轉 移轉的價格多少呢 8億 可是跟各位報告 8億的過程當中 過了不到三個月 居然就有吉他的台商說 你那塊土地那麼棒 而且距離台茂那麼近 我們如果客人從各地過來 我們直接帶去台茂吃飯 我們可以在那個地方直接做生產 他的整個工業機能 生活機能都非常非常好 直接跟他說 反正你都還沒動對不對 你12億賣給我好不好 他說我買8億賣你12億不好吧 然後後面他就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還願意再往上加價 這個就是現在房地產 跟整個工業土地的一個架構 所以說目前 即使明年總統大選結束 無論哪一種結果 先跟各位報告 最壞的情況都已經過去了 所以未來四年先跟各位報告 它是叫剛性的一個需求 什麼叫剛性的需求 很簡單 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新莊富督新過去股 房價最高的時候 講到多少 50萬 講到60萬 最頂級的在捷運站旁邊 還有人喊到70萬 最近這個部分的話 經過大幅度的一個修正之後 現在多少 現在開價大概是在四字頭 如果你運氣好 28 29 可以拿到很多 可能是投資戶 可能是撐不下去的 他們賣出來的 過去是這個價格 現在是這個價格 生活技能 主要在往上走 各位去思考看看 所以就房地產來說的話 目前省盛當中帶著樂觀 但是這一波 因為很多資金得個回流 未來來觀察的話 剛性需求 逐漸在出現當中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請教 這個朱老師 這個房市回溫是有跡可循 光是這個建商列地 剛剛就是兩位老師 也都分享到 建商不停的在列地 一地難求 甚至是大局列地 30萬坪 據說這個面積已經超過了 60座金華城這麼多 大家真的這麼搶著要嗎 確實 這個春江水淵染誰先治 房地產一定是建商最先知道 所以你看到 今年建商買地真的是不手軟 整整比去年增加了超過一倍 你看去年整體買還不到1000億 今年已經破2000億 成長率高達114% 可是你也不要覺得 這些真的都是建商出手的嗎 其實我們要先看下面這個製造業 有些製造業大咖的 它可以自己動手去買地 譬如說我們看到廣達 看到國具 甚至你看到美國的Google來台灣 都在買地 都在台南買地了 好 這些大咖 它可以直接去買地 所以你看有製造業 可是有些沒有那麼大咖 它可能就跟建商合作 所以你看 你看到 這整個數字真的是整個大爆發 好 那除了建商之外 第二多的這個金農業 尤其是保險公司 真的是買地不手軟 就剛剛 譬如說剛剛前面提到的 台北VOT南山標下來 那個地上權 地上權還不在這裡面 因為這是把它買下來 地上權只是買使用權而已 不是買所有權 你看到南山標那個地上權 居然就花了159億 一坪平均700多萬 天啊 都還沒有所有權 他都敢花錢 花這麼大的錢錢買了 大家都覺得他買貴了 但是竟然他還有得賺 對 所以你想 那更不要說 把所有權都買下來 他當然也就是不手軟 所以說那其他的個人的部分 我們就不一一去講了 好 那所以我們再進一步去看 那這些人在買地 誰買得最多 第一個 大家一定都有看新聞就知道 威京集團 把屬於自己的金華城 再買回來 所以你看到金額多少 300多億其實就是一筆而已 所以說這個單一個案 我們就不多說了 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保家建設 如果對建築業很了解的 他們的量真的是超多的 他們真的是以量取勝 所以只要有機會買得到地的 他也絕對不手軟 所以你看他也買了200多億 好 以下的我們就不一一去念 所以你看到 整個建商今年以來 買的土地面積嚇死人 居然等於60座金華城 如果你用大安森林公園 夠大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你就知道 也差不多有四個大安森林公園 這麼大的土地 所以這麼多人都在買地 尤其建商一定是走在前面 他一定是看到未來景氣 他才敢出手 所以你說明後年的景氣如何 真的都不用拆了 光看建商這麼滿你就知道 絕對是要持續回溫的 我們也好奇 這個建商大列地 到底這些地是從哪裡來 有那麼多地 可以讓他們買嗎 施聰哥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建商大局的這個列地 當然毫無疑問是 看好未來的景氣 這個其實嚴總都說 這個其實地就是麵糞 然後這個建商去揉出麵包 所以你一定是 你買地一定是為 你買地一定是為了 要賣這個麵包 所以你一定是要想辦法去看 不論是說你是住宅 或是說什麼商辦 你反正一定想辦法 要做出那個材料出來 賣給大家 但是問題來了 到底是誰賣出這麼多土地 難道是我們 我們民主土地 對 哪來這麼多地 結果大家發現到說 原來是政府的工部門 在去年的時候 在今年的時候狂試地 事實上 工部門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在賣地 因為我們如果記得很清楚的話 台北市過去在一直賣地賣地的時候 大概約莫是到2011年 12年之後 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就說 我們不要再賣了 為什麼不要再賣 因為你在賣出那些工有地的時候 其實無形之中 你會把這個房地產往上墊高 因為大家去購這個地的時候 那時候要打房 對 樹地多的時候 你高價買下來的時候 你未來的建商 一定用高價把這個房子蓋出來 所以為了這樣子 政府就說那我不要試地 那不要試地 所以導致後來整個你要取得 這個好的布料也越來越少 但是現在反過來 因為經過五年的這個盤整之後 工部門也很清楚 如果景氣不好說 我賣土地出去沒人要挨 但是為什麼現在要重新賣 就是因為現在景氣的確觸底 而且他們有時候 像我們知道很多地方政府 他其實有那種所謂的他的需求 他認為說我的資金不夠 我要自酬財源的時候 所以我就把土地拿出來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的時候 如果透過政府標的取得的面積 高達25萬坪 那合計的這個標金 高達1331億 這些大概就是入了政府的口袋 那其實對你我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可以享受到稅收 或是說金額帶來的一個成果 那占整體交際金額的49% 那你要想說 那到底是誰賣這麼多 事實上根據統計數字來說的話 這個台中市政府是賣最多的 他賣了254億 那250億是賣在什麼地方 我們跟大家講 幾個非常重要的 太平區的這個星光段 然後還有水南機場的開發區 事實上這個水南機場的開發區 依照台中市政府的打算 是把它做成自由經貿區 所以它這個開發案是滿大 另外一個北屯機場的這個開發區 這個也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台中的捷運 即將要開始要營運了 那營運之後 北屯機場 剛好就是北邊這邊的捷運站所在地 這邊現在有非常多的大規模的造證計畫 所以非常多人想要看好這個市場 所以這是台中市政府賣出來的 第二名是交通部的鐵道局 你看它賣的 但是因為鐵道局顧名思義 它賣了很多土地 都是在捷運站或是在這個高鐵站 或是這個附近 你可以講清浦站就是 如果你現在去看清浦的話 最近的這個劍難越來越多 包括說像新竹站區或是烏日站區 這個烏日站區就是這個高鐵的所在地 而且未來的台中捷運的南邊 就是從烏日這邊起 所以這個地方 現在大家也非常看好 包括說台南的這個歸人站區 剛才老師又講到這個 台北市政府 他賣的行政中心就160億 這個是所謂的地上權 就賣了這麼多 那你知道為什麼賣這麼多 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百貨公司 又新開了一間 百貨公司新開一間之後 大家就問這個百貨公司的老闆娘 他說對 這個是殺戮戰場 但沒辦法 他們一定要進來這個地方 所以即使在這個地方 你再怎麼高價 我也要想辦法卡位進來 接下來還有世貿三官 對 那還有國有財產署 台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等等 所以賣了這麼多地出來 我覺得未來的這個行情 大家不用 的確像老師講的 不用去說看得太壞 因為建商都敢砸大錢 他不會拿自己 不會砸自己的腳 他是真金白銀出來的 真金白銀出來的 那個絕對是實際化 對 這世聰哥幫我們分享完 這商辦大家都在列地 大家都想要搶買這個商辦的好地點 那麼我們自用住宅的買器 也是這樣轉好嗎 我們看看這個房貸人數 可以略虧一二 這最近這兩季的貸款樣本 據說這數量都超過了四萬人 而且也是近五年來首見的嗎 我們請教一下朱老師 確實大家看到剛剛好像都是那些 法人在買地買房 那自己自住客會不會去買呢 一般的賞會不會去買 不用懷疑 看到市場這麼熱 這些自住客當然也會心動 也要趕快去買投資客 那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用實際的數據來看 就如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最新的你看 這是用銀行的貸款數目來看的 誰會貸款一定就是一般老百姓 才會在銀行這樣子去做貸款 已經超過四萬 你看跟過去這幾年來比 很明顯的第一次突破四萬 好 那我們再進一步去看到 這貸款的額度也是一年高過一年 好 那你看到銀行的見價 見價指的是說 他要去做這個貸款 要去了解這些房子的價值 看起來好像回跌了 可是回跌的原因是什麼 坪數變小了 你可以看到坪數變小了 所以如果你實際去換算 也就是說你從這個實際上的 見價的總價去除以坪數來看的話 其實我大概算一下 今年的金額單價 已經大概來到將近24萬 好 去年是23萬 多一點點 再前一年是22萬 那就不就告訴你嗎 房價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好 那如果只看到這樣子 還不夠 我們再給大家看最新的數字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最新的到結算到11月的 今天報紙提到的 貸款餘額創新高 來到多少錢 大家可以看到 11月已經達到7.356兆新台幣 這什麼意思 有買房子的人 他的貸款還沒有還的 加起來已經來到7.3兆多 比之前還要來得多 而且你看到這個成長率 也是越來越高 而且大家再仔細看這個數字 不只是一般的房貸戶的 貸款餘額在增加 你看到的 建商的貸款餘額 其實也都是在增加 而且建商的貸款餘額成長率 是更高的 這不就在告訴你嗎 我想買房的 我沒有錢的 趕快去貸款吧 尤其我們再回過來看 剛剛告訴你價格越來越高 可是你看到什麼 利率越來越低 房價再漲 利率越來越低 你不買 現在不買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要等房價回跌嗎 還是要等利率回升 當然以這個自然 想要自助的人來說 有一個最新的數字告訴我們 以目前來說 自助客高達87.5% 這跟以前房市在熱的時候不一樣 以前房市熱的時候 我們看到幾乎都是投資客 這一次居然絕大部分都是自助客 所以當自助客進場的時候 這個房價它持續走深的時間 可能有機會就會拉更長 而且就像剛剛士通哥有分享 就是連續50幾個月 這個租金都在上漲 也就推升大家買房的意願 好 下一段我們要來看 是金管會他拋出了震撼蛋 說明年這個儲蓄保險費 是漲定了 可能7月1號就要調漲 現在應該要趕快買嗎 稍後回來財經大白話告訴你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很多人喜歡買這個儲蓄險 當作投資的一部分 但是金管會卻是認為說 保險跟投資應該要分開來看 包括這個明年1月1號要調降 這個預訂的利率 而且民眾的保費也要增加 昨天更是加碼宣布說 要拉高這個保險的門檻 將這個還本期拉長 所以保險經紀人就預估 這未來這個六年期的 50萬保單為例 可能要多等待6到10年才能還本 換句話說這個保費 也要增加將近10% 先看這則報導 那這個是重大疾病險 那這個是美金的投資 很多人喜歡保險間投資的儲蓄險 但金管會一一出招 宣布建立傳統型人壽保險門檻比率 明年7月1號上路 被視為是儲蓄險的大險值日 我們以前放在儲蓄險裡面 的壽險的比例其實很低 那如果提高了之後 要撥一部分的所謂的保險成本 去買壽險 那相對來講 民眾所期待的所謂的儲蓄效果 就變稍微差了一些 保險經紀人用白話文解釋 就是民眾買的儲蓄險 未來減少投資增加保險比例 因此光是還本期就會拉長 像是目前不少6年期儲蓄險 6年繳完幾乎就還本 未來預期還要等待6到10年 而1月1號開始 金管會先調降預定利率 和責任準備金利率 同樣影響保單收益 對民眾來講 他如果放一樣的錢 他在明年度做儲蓄險的規劃 他的效果會比過去來的差 領回來的錢會比較少 所以相對來講 如果你要有過去的一個效果的話 你可能要放的成本 放的資金要比過去多很多 投入成本指的就是保險費 因為利率調降 民眾如果還想要獲得 跟以往一樣高的收益金額 就要投入更多保費 預期會漲10% 以6年期50萬的儲蓄險為例 目前每年繳8萬多保費 未來要增加8000元 金管會希望保險 跟投資能夠分清楚 透過延長還本期 又拉高保費 減一減儲蓄險的熱度 不過在大線上路之前 恐怕會先有一波搶買潮 沒錯 這金管會拋出震撼 但明年恐怕買不到 這個便宜的儲蓄險 這保險局是宣布 這傳統型人獸保險的門檻比率 這個被保險人 一直要到90歲之前 這個保險額 都不能夠低於保單價值 這聽起來有點複雜 這是不是就代表說 明年7月1號之後 保費就要漲定了 對 是儲蓄險的保費會漲定 好 現在我們講這個結論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出現 是因為金管會 他修訂了一個新的 針對保險業的幾個規定 有三個 第一個 儲蓄險的死亡的保障的金額 要把它拉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受險的 這個房貸的受險的話 他這個佣金比例 他重新來射算 第三個 金管會把這個保險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 大家很多金融業或保險業 都在低價的在搶這些保險 所以他說你要把你的保單 送來我金管會來審核 一定要有獲利的才能夠推出 你不能夠虧錢去賣你的保險產品 這是金管會的新的三個規定 但是其實對我們一般人 最重要的影響是在於 儲蓄險的死亡保障 要把它提高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事實上這幾年的儲蓄險 真的是大熱賣 為什麼大熱賣 詹勳 我問你 如果有一個商品 我跟你講 這個商品它是有保險 有一個保險 然後又兼具投資儲蓄 你覺得這個好不好 聽起來不錯 一舉兩得 對 一舉兩得 所以很多人都去買這個儲蓄險 尤其是什麼東西 你看國人是偏好短期儲蓄 也就是說我有這個壽險的保障 我有一個未來可以投資 或是可以儲蓄 所以這個你看 市場比重高達54% 你看去年的儲蓄保單的 新契約是7400億元 周遭人都在買 對 大家都在買 尤其是 詹勳 你知道 去年2018年最熱賣是什麼 美元保單 然後美元保單那一年賣 2018年賣了多少 5700億 結果為什麼金管會要整頓 因為去年大家買了很多美元保單 結果今年台幣走強 美元走軟 很多人在保單上面有一點點虧損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這樣子的話 好像保險 保險顧名思義就是比較保守 結果你因為保險沒有保到 你反而會虧錢 所以這個好像 大家金管會認為說 保險就是保險 儲蓄是儲蓄 那是兩件事 投資是投資 所以他把它分開 所以他現在硬性規定就是說 你未來 你要把這個儲蓄險的比重 要把它拉高成分 為什麼這樣說 我舉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現在繳100塊的這個保費 100塊的保費裡面有10塊 它是用來支付這個受險 有90塊是用來儲蓄 所以我一年大概可以領多少錢的話 因為儲蓄險這樣回來 這個多少錢這樣 都算得非常清楚 但是現在金管會要求 你把這個100塊裡面的話 你這個比重要把它拉高 拉高到20塊 拉高到20塊的時候 我如果還要再享有90塊的 所謂的這個儲蓄的話 那我勢必這個整個保單的 就要往上提高價值 所以為什麼會提高大概5%到10% 那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5%到18調高之後 我覺得明年對保險業者來講 可能獲利會減少 為什麼 因為其實非常多的保險公司 或是很多通路 它其實是以販賣這種 尤其過去幾年來說 這種儲蓄險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賣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明年的話 可能會受到影響 尤其包括說像利變型的 還本型的或是增額或是類定存的等 高儲蓄的保單 將會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我還是勸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說儲蓄險 你要想清楚 你買儲蓄險到底是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只是為了要保險的話 那你就買一般的壽險就好 如果你說我要儲蓄的話 事實上我們在 大家一定要每天收看財經大白話 因為我們每天都跟你說了 你可以買ETF 買台股 買很多那個絕對投資界 絕對都比這個更好 我相信鎖定我們的節目 就絕對不會錯 我們接著來請教一下朱老師 剛剛其實世聰哥也有講到說 這可能會衝擊到 這個利變型的保單 會有怎麼樣衝擊 什麼又是利變型的保單 好 我們先來講 其實上一次節目 我們已經有提過 市場上並沒有所謂的 儲蓄險這個東西 這只是俗稱 儲蓄險到底是什麼 它其實是叫生死核險 什麼叫生死核險 講白一點 就是活的可以領 死的也可以領 聽起來很好 因為以前的保險 基本上就是你死的才能領 好 可是現在 業者推了這樣子 活著你也可以領 活著你什麼 就是很多人買儲蓄前 最主要的目的 我定期可以領回 甚至或者是滿額了 我可以領回 在這期間 如果萬一不小心出了什麼意外 保險公司又有領賠 所以就我們剛剛說的 活著也可以領 死的也可以領 好 可是到現在 變成這個保護 他們的訴求變成是 根本就不在意那個 理賠的部分 而是在意說 我買了這個之後 我到時候可以領多少 不管是定期領回 或是期滿領回 反正重點就是領回 好 這時候保險公司 當然就順勢 你要領回對不對 來 我就可以說 你可以領回多少 而且跟你說 你看領回的這個利率 比銀行利率還要好 保護一聽到說 怎麼這麼好 比銀行利率好 也就算了 居然還有保險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姑且不管保險成分 大還是小 好 那可是就面臨一個問題 那我一個保險 進去買了要這麼久 那我這個領回到底可以領 領多久 領多少 它是一個固定的金額嗎 好 所以於是就開始出現了 有所謂的利變跟固定兩種 那所謂的利變 其實應該先講固定 固定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 你每一期可以領多少 這個都是固定 到你的保單到期為止 統統都是固定的 好 那最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在這期間利率上升了 就跟你 我們打個比較簡單的比方 就是你去銀行做定存 如果你今天選擇固定利率 那未來利率走深的 那你就要虧錢 好 所以這種固定型的 其實一般民眾幾乎都不喜歡 所以現在市場上固定型 也都很少 所以現在開始市場主流 都是所謂的利變型 也就是說 它的利率會跟著動 所謂的利率 其實只是叫做宣告利率 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市場利率走深 我就會跟著走深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市場利率在走深還是走降 現在市場利率是往下降的 那利變型要不要跟著 往下調利率 當然要 所以說這是一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金管會對這有意見 過去你在打這利變型保單 你主打說你這個利率 比市場利率高 所以讓投資人趨之落伍 說你看銀行定存一年期1% 可是台幣保單可能拿2% 美元保單甚至3%多 再怎麼樣都比銀行利息好 而且他們都覺得保險公司最安全 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想 銀行利率這麼低 為什麼保險公司可以給你 高於銀行利率 不管是什麼畢別都一樣 因為對保險公司來說 沒有什麼儲蓄 他還是拿你的錢去做投資 投資一定會賺錢嗎 當然不可能 以去年來說 保險業幾乎都是賠錢的 可是保護一定想說 賠錢不會賠到我就好了 反正我照樣領這些錢 別忘了 保險公司如果最後賠到倒閉了 誰要承受 當然還是你要承受 所以現在剛剛我們聽到世聰講 金管會開始對這個有意見了 尤其是你保險跟儲蓄 兩個傻傻分不清楚 混在一起讓投資人 讓保護覺得好像很荷康 所以現在金管會開始要下令了 保險跟儲蓄 你一定要給我分清楚 既然不管你叫什麼名字 你既然叫某某保險 你的保險成分一定要 至少一個水準以上 所以現在金管會要求要提高 這個保險成比例 剛剛世聰也講得很清楚 楊毛書在楊身上 保險比例提高 對保險公司成本增加了 因為未來理賠的風險 理賠的金額變高了 我當然要保護買單 所以才會有說這一波保護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趕快買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到底要不要買 我們不能說一定就不買 還是回歸到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保單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重點到底是在於儲蓄 還是在於投資 還是在於保障 如果你是真的為了保障 你買這個 真的是四不向的東西 你還不如把這些錢去買 純保險 你可以省很多保費 你如果要儲蓄要投資 剛剛世聰也跟我們講的 我們每天節目講這麼多 投資理財的方法 你難道沒有學到嗎 沒有學到沒關係 我們YouTube繼續多看幾遍 你就會了 好 簡單的 我們就不要講那麼多 大家一定會說 保險有風險 我又不懂等等的這些問題 好 其實我們在之前 也介紹很多商品 我們就不講 大家想 你今天買這個保單 你要放多久 一般最少六年 可能最長可能到20年 如果你用這樣子概念去想 如果我今天投資 當然有賺有賠 我們都知道 可是你如果用六年的 股市表現來平均 甚至20年的股市表現 你還會賠錢嗎 不會 就像我們在昨天講ETF 你去買0050 用六年平均 甚至20年平均 你平均下來的投資報酬率 會比保單的這個 儲蓄險的 什麼險的 這個預訂 儲蓄率還要低嗎 絕對不會 所以說你先想清楚 你自己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到底划不划算 你整個去考量說 如果今天我真的就是搞不清楚 這些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儲蓄險也是有他的好處 至少簡單 OK 而且風險真的相對比較低一點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好 剛剛講到這0050 其實他的這個利率 還有6到8% 所以其實朱老師 不是那麼建議大家 下一段我們要請寬哥來教大家 就是明年既然不買儲蓄險的話 最近大家都在講說投資型的保險 投資型的保單真的值得買嗎 下一段財經大百話告訴你 歡迎回來 財經大百話剛剛預告有講到說 現在是不是投資的商品 大家已經不喜歡買儲蓄險 反而是對於這個投資型的保單更感興趣 請教寬哥 先跟各位報告 儲蓄險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問題這麼大 最新的一個數字 保險協議中心當中 申訴案件堆積如山 為什麼申訴案件堆積如山 因為很多人他以為他買的叫做儲蓄險 但這個儲蓄險的過程當中 儲蓄跟定存它是不一樣的 那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台灣的很多保險從業人員 他的話術真的是太厲害了 他很多的案件就跟你說 你看這個地方有利率6%的情況 他未來的獲利會多少 但是他下面利率2%的時候獲利多少 當利率-2的時候會賠多少 利率-6的時候會賠多少 他沒跟你講 他都跟你講最好的那一塊 那很多人就買了 買了之後突然間他要用錢 過了一年 過了兩年 他去把他的本金賦回來的過程當中 發現糗了 為什麼糗了呢 因為這當中你存定存 你只是會賠利息 你的本金不會被吃到 但儲蓄型保單你本金會被吃到 所以為什麼申訴案件堆積如山 那堆積如山的過程當中 最近雇主委甚至於放話說了 說什麼呢 雇主委說你絕對不可以貸款 你絕對不可以貸款去買保險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當中有涉及到兩個問題 現在很多金控公司 他就賣了很多的一個保單 那賣保單的過程當中他就說 反正你有一間房子 你就把房子拿去貸款拿來買保單 變成金控公司雙頭賺 目前雇主委他可能有聽到 非常多的一個案件 他覺得這些案件來到這個地方 太誇張了 所以他們這個目前是要嚴查 那如果說你有貸款 你要去買保單的話 必須要雙重任何 這是未來新的規定 這是新的規定 甚至於現在更新的一條規定出來了 更新的一條規定是 70歲以上的人 你要買儲蓄型保單的過程當中 現在從業人員跟購買的保護之間 所有的行為要錄影 要錄音 那為什麼呢 剛剛我們就跟各位談了 很多的媽媽70幾歲了 她就說我的18%不見了 我的整個利率這麼低 去到銀行 去到保險業的過程當中 她就跟你說來… 我這邊有8%的 我這邊有6%的 結果後面發生了很多的一個案件 現在收不了尾 那目前這些案件都還在申訴當中 甚至於最新的一條條款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外匯保單 外匯保單的話 我跟各位報告 國內非常出名的一個主持人 陳鳳馨 鳳馨姐她就說 居然有保險員跟她的媽媽說 現在的外匯保單的利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要去買外匯保單 然後鳳馨姐的媽媽 跑去問陳鳳馨說 鳳馨啊 那現在奧運的狀況怎麼樣 南非幣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其他貨幣的狀況怎麼樣 鳳馨姐已經聽到快風了 看她媽媽說 拜託 媽媽妳不要買 因為這些產品妳並不懂 所以要跟各位談論到的 定存是定存 銀行是銀行 保險是保險 其實它是不分開的 我一直常跟各位談論到 如果以保險來說 妳最好是去保了險 妳一輩子都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保險就是萬一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有足夠的一個保障 可是以儲蓄型保險 跟所謂的一個保險來說 這完全都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我們要進入一個重點 保險業未來會大洗牌 為什麼呢 因為儲蓄型保單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談論到幾個重點 國內最厲害的經理人之一 得到亞洲的 得到亞洲的最佳經理人獎的 中信金的吳亦奎執行長 他直接說到 目前全世界五大的公債發行機構 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有四個國家公債都在負利率以下 所以未來你說要讓這些 包括2.5%以上的殖利率 能夠讓保險業來達成 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每年賣出這麼多的保險 過程當中 剛才其實老師也說明到了 當他賣出這麼多的保險 他真的能夠完全自己執行嗎 不一定 所以投資型的一個保單 明年會變得比較夯 為什麼會變得比較夯 投資型的一個保單 它現在有點像什麼 我先把你的保險涵蓋住 先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買定期險 是很便宜的 其他的一個部分 你就去看 你是積極型的 保守型的 根據你本身的一個型態 他去幫你去規劃出各國 各種不同的一個 匯率當中的一個保單出來 所以儲蓄型保單 我個人的判讀是 明年他會往下走 但是新型的產品會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受險公司 這麼多的從業人員 他們還是要吃飯 他們還是要生活 明年來看 投資型保單 會成為市場上 最重要的一個亮點 想要了解更多投資方面的訊息 可以鎖定我們財經大白話 我們現在也有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一段我們來看年菜商機究竟 我可以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